今次到阿火之錶, 慢慢沉下去 會不會被阿火吊回好東西呢? 吞下去, 入到屁屁 還不是?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漁人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 說這麼快一年 阿火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 新年快樂 由於疫情的關係, 阿火現在都很少入長洲玩 今次就等阿火和朋友進長洲釣魚 順便BBQ 這麼久沒進長洲釣魚 不知道現在多不多魚釣呢? 兩年沒進長洲, 不過環境好像沒什麼變 今天天文台報四五級風 希望在附近可以找到避風位釣魚 釣到一條魚回去吃嗎? 我不想吃雞魚 一出避風堂, 四處都是白頭浪 看來今天是蠻蠻蠻的 幸好在山邊也有些位置避風 今天我們一機一佛 看看能否做一條鱲魚回去燒吃 這隻暫時沒有頂留機 所以用傳統的頭尾撈方法定位 定好船當然是趕快開粉 準備釣魚 大風大浪的情況之下 站得很難站得穩 還是玩佛仔穩陣一點 裝上乾架, 不用經常拿著乾 這樣釣魚才舒服 一些朋友玩佛仔 一些朋友玩基釣 斷鼓都可以釣魚回去吃吧 好釣的, 基釣 但是魚仔多就難釣 我們釣得很深脆 我們釣到十八米 哪有感覺的 就是佛仔, 拉科 基釣的朋友中魚 是嗎 什麼? 黃美齒 全香港周圍都是黃美齒 好多 一丟下去就中 幸好我都中了一條 雞雞 今晚燒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軸水釣上來的魚 全都白雪雪 釣了一整天, 種來種去 只有小魚 全部都輕飄飄 沒什麼感覺 吃狗公 這些尺寸, 至少30條才夠熬湯 這次不知中什麼呢 圓圓圓圓, 原來是雞脯 一上水, 吹到漿煲 這個樣子真的很搞笑 釣了半天都沒什麼好東西 都可以吃下午休息一下 嘩, 真棒 長洲街市的燒味特別好吃 難得進來當然是買燒雞翼吃 這麼久沒買東西 我老婆都認得我的好東西 兩人吃這麼大的燒味 真的不肥也不行 吃飽之後, 轉到另一個位置試試 希望釣放有改善 一到步, 黃魚不斷跳來跳去 看來這個位置好像不錯 阿火都要努力釣一條大野才行 嘩, 還不是? 整支錶都扯進去 不知道是什麼魚 嘩, 彈了 原來是沙鑽 朋友仔之浮邊 慢慢慢慢沉下去 會不會讓阿火釣回好東西呢 牛豬呀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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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雞 燒什麼呀 燒雞 燒雞 今晚真的是你的雞 為甚麼 鹽焗雞 今次到阿火之錶慢慢沉下去了 會不會讓阿火釣回好東西呢 吞下去 入到屁股 還不是 原來是踢石 都說不要釣魚呀 都說不要釣魚呀 釣魚騙人的 不要玩 不要釣到的 哈哈哈哈 這次糟糕了 城鵬人等著開飯 只有幾條魚怎麼搞呢 幸好在長洲街市都幫得下手 難得在街市買 當然是買一些平時捉不到的 怎麼都不會買一條魚回去吃 阿火平時會去康記加工海鮮 大家不知道去哪一間呢 大家如果有吃過哪一間正的 不妨留言給阿火 等阿火下次又去試一下 買完海鮮叫姐姐幫忙湯埋 這樣就方便很多了 在哪個山上打 這隻羊皮這麼大隻 一邊燒一邊切出來吃 很可憐吧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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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今年有很多朋友都移民到外國 阿火在祝祝他們 在新的環境生活愉快 有時間回來探訪我們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下年見 拜拜 提醒大家 於是 片尾